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今日的开市感浪 我是郑瑞、Michelle 首先和大家跟进 欧美股市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表现 纽约股市继续做好 三个主要指数创收市新高 多间银行公布业绩 教育期好 零售数局也比较强 利好投资气氛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报25803点 升22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2786点 升1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市报7261点 升49点 摩根大通就表示 美国税改令到集团税务开支减少 及刺激贷款需求 摩通收市升1.7% 贝莱德上季盈利也高过市场预期 股价也升超过3% 收市 富国银行 季度盈利也较预期好 不过集团就为上季法律开支 撥预超过32美元 令股价下跌0.7% 收市 上个星期 道指累计升2%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指 都升超过1% 接着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教本港收市普遍上升 汇控收市价85.7.9% 升2.5% 中移动报78元升0.3% 中联通10.8.3% 升0.8% 中人秀25.1.1% 升0.6% 看到三桶有多向上 中海油报12.62% 升0.8% 中石化6.58% 升1.03% 中石油6.01% 升1.38% 另外腾讯ADL也收报 445.22% 升3.02% 接着看欧洲股市收市情况 欧洲主要股市上升 有关的并购活动和大动消息 相关企业的股价都做好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7778点 升15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部13245点 升42点 巴黎克斯指数 收市部5517点 升28点 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情况 油价方面 国际油价连续6日上升 俄罗斯石油部长表示 全球原油供应也未達至平衡 舒缓市场对原油产国 逐步退出减产协议的忧虑 纽约旗油收市部 每桶64.3美元 升50美线 本周累计上升4.7%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部 每桶69.87美元 升61美线 累计上升3.3% 接着看金价 金价持续在4个月的高位 受到美元区价持续偏远支持 纽约2月期今收市部 每桶1334.9美元 升12.4美元 升幅0.9% 现货金在1338美元水平 接着看区价 区价方面 可能在今年内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另外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保守阵营和社会党 就同意组成联盟进行正式谈判 港元兑美元买入价7.8214 日元110.84 欧元1.2190 英镑1.3732 瑞士法郎0.9679 加元1.2465 澳元0.7915 紐元0.7255 接着和大家看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布在2厘71 30年期的债券息率布在2厘85 今个环节我们请来 Arnold和我们跟进美股的收视频 Arnold 早安 Mr.Meser 早安 我先看美股 看到美股继续创到新高 现在慢慢就开始进入一个业绩期 投资者的情绪好像都很乐观 虽然有人担心业绩未必会反映到税改情况 又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但大体上预期都是好的 加上今个星期美股其实只有四日市 会不会有较多的数据公布之下 大市是否都继续住于上升期 其实现家段市场对于美股的业绩 预期是很大的 也都昨天说的是 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原因 对于美股推升股市场 因为现阶段估计标普500指数里面 500个成分股的平均 每股盈利增长 大家估计是一个双位数字 如果你是能够达到一个双位数字的增长 反映着什么 第一方面就是说美股即使升了这么多 不断地创历史高位 但是由于盈利增长能力强 他们的股值仍然是属于便宜的 所以说其实未来关键 就是能不能够符合市场的预期 由于现阶段预期已经是非常之高 所以基本上达到市场的预期的话 整体而美股后市的表现都不会太过差 但是会不会有点失望 这个都可能会是一个风险因素 始终说的 即使仍然有一个强劲的增长 但是比如好像这么说 你研究一段估计双位数字 但最终出来可能是8-9%的盈利增长 是比市场预期差 但是整体表现都是不差 但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美股都有机会重够高位调整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一些经济数据 或者外围消息上面 意义不是说真的非常之大 反而焦点真的看回经济数据上 那些企业盈利上面 就比较多的经济数据 其实你看回昨晚来说 即星期五晚 美国出的经济数据 整体而言都是一半半的 而你说外围方面 反而你说比较多的利好消息 好像德国 好像默克尔上面 再重组内政上面 你都见到一些进展 所以美欧元的会调又大升上来 所以其实除了说 可能除了美股的一些业绩之外 外围的气氛都重要 但是看回现阶段的情况 仍然是利好 最重要就是说 由价短期来说 都仍然是持续上升 我相信这些因素 对于整个股市 仍然是属成一个正面帮助 但是你说后市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相信都要等到企业公布业绩才会见到 那万一个业绩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符合业期 不是很符合这个预期 那这个调整幅度会不会很大呢 调整幅度就看跟预期落差有多大 如果你说可能都是9%至8%的 每股盈利增长 即是平均计 我相信那调整幅度 都不会大过大 事实上有8-9%的盈利增长 都仍然是强 可能差预期一点点 但是当然说 如果每股盈利增长平均 可能是5%左右 这方面的调整压力大 但是说会不会面临着 一个很大的调整压力 业势真的那么强差人意 我自己看的机会 就真的不是太大过大 始终你看回美国的第四季经济数据 真是一年到地来好 所以我觉得 暂时来说 都不需要太多担心 暂时不用那么担心 那说完美股 我们看看港股 那看到其实恒指上个星期五 都是全日最高位收市 那又创一个十年新高 今天又有新高 看到其实竞价时段都升过290点 最新时报在31,621点 升209点 好厉害 其实看到暂时的市场气氛 仍然是很高的 接下来这个星期 大家之前就上网说 都是31,958 说想挑战32,000 但接下来看来都快了 其实短期来说 有没有机会挑战 可能07年的高位 看到那个机会 越来越大的 但是其实你看到 上升动力 又不是真的那么强 因为这几天 整体看到港股 虽然今天又不在列后高开 那这样升了200多点 但是整体的升幅 其实都比ADR略为少少少 其实就反映方面 其实现在一段 香港港股的投资者的气氛 又不是说真的全面那么刺烈 但是成交金额方面 现在一段仍然保持暢旺 这个会是推升股市 短期后市的上升动力 其实看回今早做 最主要就是说一些石油股 整体原压高开之后 升幅有少少少略为收窄的迹象 所以限制着大市的升幅 汇控的升幅 亦都没有ADR那么好 但是其实你看到股份 或者港股 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轮动炒作阶段 今天又炒一些豪赌股 亦都看到金沙中国 今天升了差不多接近5% 其实最主要市场 是找一些因素去炒作 金沙中国近期炒什么 最主要之前金沙中国弱势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明显地在数字上 整个2017年看到 澳门的博彩可以复苏 最主要受惠AVIP市场为主 但是近期你看大行报告 反而他们看2018年的增长 落在中场上 主要原因就是 港珠澳大橋的落成 再加上大湾区的发展等等 大家对于澳门博彩业的中场收入的表现 突然间看得再次非常乐观 所以对于金沙中国近期来说 有个资金的追捧在这里 短期来说 其实你见到市场的气氛仍然是这么良好 资金仍然继续轮动炒作 最重要就是那些重磅蓝筹 汇控、邮邦或者一些内行股 短期来说 预料仍然会有机会继续维持强势 所以我想你说恒指 短期来说 暂时都见到调整压力不太大 有机会顺势 真是试回2007年的高位 除了豪导股和石油股之外 其实现在见到内险 或者整个保险板块 目前来说走势都挺好 讲一下平保 见到它又是上升目标价 见到获大行 现在就升近两成 在竞亥时段都见过87.8毫半 其实最近就说 内地之前又说有改革 可以人秀险贴现 最近内险是否还有得 跟着市场再升 其实内险我相信 今年年初资金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细的板块 即使资金轮动炒作 也不是太多资金去炒内险股 主要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 你看看内地一些政策层面上 其实不是直接非常利好保险股 这些政策 其实好像说 可能增加一些人投保异欲 但是与此同时 有些人可能可以借着这些位置 去减持相关的保险 所以会不会增加了退保的风险 有机会的 即使不是跟保险公司退保 但是比其他人可能将首险转换 实际上新业务价值增长 都有机会因此放火 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内险股2017年是强势 所以说他们的股值 本身已经不算是非常便宜 在今年资金轮动炒作当中 资金是特别去追捧 一些股值相对比较便宜的股份 但是你看到平保上个星期 不破顶而上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市场 全近4月份绿金所就有机会上市 规模都比预期中大很多 是牵涉着几百亿的美元 所以我想你看到短期来说 平保有机会继续破顶而上 但是你看到其他意外的内险 不要说只是最弱的角兽 就算说新华保险或者泰保 你看到他们的股价 其实都仍然处于这一两个月来的低位水平 你说能不能够跟随大市做好一点 我觉得都未必真的那么容易 但是你说这些位置内险股 我都会建议继续中线持有 始终我自己觉得整体的看法上 或者未来在炒业职那一方面来说 内险股又未必是那么差 那都是可以中线持有再开一开 再看一看 那接着再讲一下这一只新股希马 Arnold抽不抽到 抽不到的 我和你也是抽不到 是我们也抽不到 但是如果抽到 上周五的暗盘其实已经赚到4100元 那上周五暗盘价都去到4.96元 今早竞价时段去到5.2元 其实这一只是不是都是短炒多 现在怎样部署有没有高追 这些位置追就真的不建议了 特别是开始到现阶段股价都见过5.84元 较之股价升了一倍 接着这样跌下来 如果短期后市来说 年5.3元这些位置都失手了 小心你说一些获利回吐盘 很大机会令到股价有个深一点的调整压力 这些位置真的不是看基本因素 不是看股价 最主要你看到今天整体研的交投上面 都相对比较活跃 整体研现阶段这只股份的成交 今天已经牵涉着六点几亿元 整体研对于股份的流通量来说 反映资金比起市场上有的货是更加之多 所以现阶段以短线的炒作为炒头机未为主 短期来说如果真的5.3元这些位置守不住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小心点 有货的会建议先行估出获利 始终仍然在账面上有个不错的升幅 但是当然如果继续站在5.3楼上 可以再提待一会 始终现阶段你看到的买盘 都仍然是相对比较积极的 但是有机会如果再上到5.6楼上 我都建议先行估出获利 暂时不要再高追了 见到有位就先走手 今天先谈到这里 我们在最后看一看最新的指数 看到恒指现在是在31661点 是升249点 护心指数方面 上证综合指数是在3,428点 护心300指数是在4,229点 两个指数都是升少少的 和Anno先谈到这里 上述股分Anno有没有持有呢? 都没有持有的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338.66美元 买出价1338.98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7.2275美元 买出价17.253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同时的会订阅